分享千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数算了 请大家聆听 常年期第三十四周 星期三读经 攻读 达尼尔先知书第五章 一至六节 十三至十四节 十六至十七节 二十三至二十八节 那时候 贝尔沙扎王 邀请一千位贤贵 参加圣宴 和他们饮酒作乐 贝尔沙扎 趁着酒幸 命人把他父亲拿不高 从耶路撒冷圣殿 抢来的金银器皿拿出来 供国王大臣和妻妾 用来喝酒 于是侍从 就把从耶路撒冷添入圣殿 抢来的金银器皿拿来 供他们来喝酒 大家一面喝酒 一面赞扬那用金银铜铁木石 制成的神像 忽然 有一只人的手出现了 用手指在灯光下 在王宫的粉墙上写字 国王看见那只写字的手 他的面色变味苍白 心烦意乱 两腰关节发抖 双膝站立 于是 达尼尔被带到国王面前 国王问他说 你就是达尼尔 是我父王 从优大 掳来的犹太人吗 我听说 你有神的精神 具有真知灼见 和卓越的智慧 我听说 你能解释疑难 你老能 读这些字 为我说明字的意义 你就要身披紫袍 戴上黄金项链 在国内 聚第三高位 达尼尔王回答 达尼尔回答国王说 你的礼物请你保留 或者赏给别人 我要为陛下读这些字 并解释字的含义 你自高自大 抗拒天上的天主 命人把他 殿余里的器皿拿来 供你和你的大臣 以及妻妾用来饮酒 并且赞美那些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懂的 金银铜贴 木石制成的偶像 却不知道 尊崇那 掌握你的生死 注定你命运的天主 因此 他是一只手出现 写了这些字 这些字是 摩乃摩乃 特科尔 佩雷斯 意思是 摩乃就是天主 数算了你的国作 使他终止 特科尔 是你被放在 天平上撑了 不够分量 佩雷斯 是你的国被瓜分了 要给麻袋人 和波斯人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主内的兄弟姐妹 有一句话叫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这句话呢 现在就落在了 达尼尔时代的 这个国王 贝尔沙萨身上 他是 巴比伦的 最后一个国王 可以说是 是这个 拿不高的孙子 当时 他的国家 已经摇摇欲坠 可能是为了 跟大臣 打打气 或者说为了 拜协神 他就举行了 一场圣宴 邀请 一千位贤贵 来参加圣宴 因酒作乐 同时参加圣宴的 还有他的七切 他在这圣宴当中 吩咐人 把圣殿的 器皿都拿来 供他们 喝酒 享用 一方面 是用着 圣殿里的 器皿喝酒 一方面 缺取赞扬那 金 银 铜 铁木 制成的神像 这个时候 让我们看到 他的确是在一种 敬拜 邪神的场合 而且使用的 圣殿的器皿 来做俗用 饮酒 作乐 他这种行为 惹怒了天主 他哥们也不敬畏天主 对于他的 爷爷 拿不高 因为在圣经上 有的时候 说父亲 不一定就是他的父亲 爷爷也可以成为父亲的 拿不高呢 他做了几个梦 他有的时候 还相信是天主 来掌管着这一切 他在一次做梦当中 他就梦到了一棵大树 很多飞鸟 都落在树上 后来呢 又要求他砍下来 他就把这件事情呢 写了下来 同时他也说 这是守卫者 宣布的定案 这是圣者 所出的命令 毫时众生指导 使至高者 通知世人的国家 他将国权 愿意给谁 就给谁 他可以将人间 最卑贱的 立位最高者 其实整部圣经 一直也是在 传达这样的一个思想 是天主在掌管着 人世间的事 天主在掌管着 人类的历史 因为在当时 有一些犹太人 也包括当时的 巴比伦的这些 加瑟丁人 他们以为呢 谁胜利了 神就在谁那一边 这意思就是 谁胜了 谁的神 就是真的 失败了 就是假的 这样呢 也使一些 犹太人 动摇了信仰 达尼尔先知 他写的这些内容呢 只在告诉犹太人 虽然我们失败了 但是 使拿不高 能够坐上王位 这是天主安排的 并不是说天主 不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的失败 是因为祖先 远离了天主 拜谢神而导致的 这一点在 《猎王记》上 还有《边年记》上 记载的很清楚 现在轮到 这最后一个国王了 巴比伦的 最后一个国王 他还不如 拿不高 而且 他既不禁为天主 在心中也没有其他的灵 这样呢 他只顾自己的吃喝玩乐 这种荒芸无道的生活 我们看到 达尼尔 在给他解释 这句话的时候 首先就指出 你自高自大 抗拒天上的天主 命人把他 殿余的器皿拿来 供离合你的大臣 以及妻妻用来饮酒 并且赞美那些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懂的 由金银通天墓 制成的偶像 却不知道 遵从那掌握你生死 注定你命运的天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达尼尔对他的指责 就是指出了他的罪状 一方面是 亵渎圣殿的圣器 因为他把圣殿的东西 做来俗用 让大臣和妻妻来饮酒 另一方面呢 又拜偶像 而且也不知道 尊宠天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巴比伦的国运 到此结束了 这就是多行不义 必自毙 而且 在这次晚宴上 在昏昏暗暗的灯光下 墙上出现一只大手 写字 这斯兰尔兰的就吓毁了国王 以及 众大臣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墙上写着 他们所不认识的字 凭空出来一只手 换到谁也会害怕 但又写的是什么 又不懂 所以达尼尔就告诉他 这几个字的意思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数算了 称凉了 瓜分了 这几个字 也就是说 天主 数算了你的国作 要是他终止 你被放到称上 称了一称 不够格 不够分量 然后你的国家被瓜分 的确 这件事 在那天晚上就营严了 我们看到这个 国家的灭亡 往往跟 堕落 尤其是 集体的堕落 有关系的 不单是 国王堕落 大臣也是堕落 家庭也败坏 这样 就导致了 整个国家的 灭亡 看看我们国家的 这个 明代 明代那个时候 大臣们只顾 肥了自己 而不顾国家 对国家的命运 谁也不关心 最后 被李兹城 攻进了北京 其实很多 国家 无论在历史上 哪个国家 朝代 都是这样 最后 国家的灭亡 都是因为 上至国王 下至大臣 堕落 而造成的 就像 罗马帝国 一直堕落到了 极点 最后 也灭亡了 从这里 让我们看到 一个国家的 灭亡 朝代的更替 一方面 是从人的角度来讲 是因为 堕落 而造成的 比如说 一个家庭的败坏 也是 同样的道理 那么 从 历史的 这个角度来看 朝代的更换 那是天主 在掌管着 这一点呢 达尼尔 通过纳布高的口 说得很清楚 是至高者 通知世人的 国家 他将国权 愿意给谁 就给谁 他可以将人间 最卑贱的立位国王 立位当权者 可是有一些 当权者 认为是自己的能力 如何如何 是自己把这个国家 搞得怎么样怎么样 当一个人 高傲到了极点 堕落到了极点的时候 而心中 在他的心中 眼中 看不到天主 也看不到 其他人的时候 只是看到自己 那就疯狂了 到了极点 当一个人 尤其当权者 膨胀到极点的时候 疯狂到极点的时候 那也是 国家灭亡的时候 也是他灭亡的时候 我们看到 在当天晚上 这个国王 贝尔沙扎 就被人杀死了 他这个朝代 就结束了 然后 这个巴比伦就被 马代 和这个 另外一个国家 波斯 给瓜分了 历史呢 就像一个镜子 一时未见 我们通过历史发展的事情 就可以看到 天主 的的确确 在掌管着 人类的命运 因此呢 我们要全心 依赖天主 不管是困境当中 逆境当中 还是顺境当中 正如大尼尔 虽然他生活在一种 属于 冲军 做人质的这种情况下 他也全心 依靠天主 所以我们 无论是 顺境 逆境 困境 我们要全心 依靠天主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 获得救恩 好